再來的話,如果我要切割資料 尤其是這個資料 我跟各位講過 這個資料原始的狀態是按右鍵除了格式 它是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的話你會發現 它是又比剛剛那個綜合練習這個還更多 這個是104年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現在111年 這個數字好像有變大的趨勢 跟各位講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其實根據那個官方說法 這個數字的話 它其實是 跟那個1900年的1月1號相比較之下 相差幾天的意思 也就是說,假設你在上面 輸入一個1900年的1月1號 的一個日期的Enter 它會 假設你按右鍵除了格式 把那個格式拿掉的話 通用 通用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變成1了 意思就是說 在Excel的日期裡面 1900年的1月1號是第一天 那第二天的話當然就是1月2號意思的一推 所以每增加一年 反正一直到今天為止 總共累積了這麼多數字 所以其實一天 就是數字整數1就對了 那你想說那時間怎麼算 時間很很妙 時間的話 假設一個小時 就是1.24 所以1.24 不是小數點 對,沒錯 所以如果假設現在的時間 是這個時間 比如說7點 下午的7點 應該是 實際上應該是 如果 就是 24小時字的話 就19點 26分 19點26分 如果小數點來算的話 應該 就是 上面 如果你這邊有小數點的話 應該 點00 如果這個的話 它右鍵除了格式 鬧的話 因為它有時間 所以呢 後面的時間 你會發現 它多了什麼 有沒有 它跟鬧最大的差別是 因為鬧有多時間 所以它的時間也是小數點 所以小數點的部分等於是 下午的7點 20幾分 26分的話 27分的話 那就是 點 81027 OK,所以用小數點 來代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其實在以色列裡面紀錄 日期是一個整數 那時間的話 就小數點 OK,這個可能有概念就可以了 OK,所以 知道 我把它 恢復一下 所以知道一下它的 背後的那個 組成的方式 那第二個呢 我們要解決的問題說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那個 年月日周 把它拆開來 像這個資料 我希望把它拆一下 因為它其實喔 雖然是一個儲存格 可是它實際上 總共 會有 幾個東西啊 四個東西 那四個東西 想要把它分開來 那分怎麼分 其實跟各位講喔 最少 有兩個方法 當然第一個 你可以把它當文字來看待 有沒有 你想說文字 那文字 比如說前面100 111 把它切割 切割的話 前面不是講過用LAT 不過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用文字 把它當文字來看的話 那你切割就會像之前一樣的問題發生 把它當文字 但是前三個字 它會是447 而不是111 有沒有 447 有沒有 因為它原始資料是447 等於是 開頭的 那所以喔 如果假如說你不希望它發生錯誤的話 有沒有什麼方法 前面講過嘛 你可以用那個什麼呢 TEST函數 再來切割就沒有問題 那TEST函數怎麼切還記得吧 一請你先把滑鼠 移動到除了格式上方 然後自訂把這一串公式的先複製一下 取消掉 二的話呢 在這邊先用TEST函數 那TEST的話呢 蠻重要的喔 因為很多地方 如果你切割失敗 你就必須要 拿TEST來做 那因為我剛剛複製的 自訂裡面的公式 實際上就是它的Format TEST 所以我就先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呢 再把Value給它 那這個時候喔 TEST主要的用意是什麼 就會實際上把44783 經過了這個公式之後 轉換為真正我們眼睛看到的 這一串文字 所以如果假設你已經轉換之後 你再來切割 那就會是正確的 所以也許啦我們可以按確定 比如說 假如我把這個公式 直接這個公式我乾脆就直接先 取消 在這邊做好了 在這邊 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就是 這個是 數字嘛 那我經過TEST之後的話 這個是真正的日期 那如果我今天要切割的話 我就拿這個 有沒有 這個是切完之後的 轉完之後的最後的文字喔 然後切的話呢 那我可以用什麼 用Labs 所以這個的話 剛剛Labs會失敗嘛 那現在我針對它 去切三個的話 那你會發現就切對了 有沒有 沒有問題了 所以針對它 是錯誤的 但是針對它 去做切割 那就正確了 OK所以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以後 如果你假設 你要去取某些資料 失敗了 那很簡單 你就用什麼 用TEST先轉換一下 那月的話呢 當然顧名思義吧 中間的應該是 中間的 是從第幾個 第五個 取兩個 所以你可以用 用MID 那MID的話呢 你可以用這個 MID 然後呢 記得取這個 你不能取這個 取這個一樣會錯誤 然後從第五個要兩個字 有沒有 08 那這個的話呢 其實可以複製這個公式 把這個公式呢 因為其實它還蠻接近的 貼上之後的話呢 它是 應該是第五嘛 第六第七 第八個 所以第八個取兩個 把這個公式改 成8 有沒有 那周的話呢 一樣可以拿這個公式來改 應該是 第八第九第十 第十一嘛 所以第十一取兩個字 有沒有 這樣改就有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後 這個TEST還 蠻重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發現很多同學 你以為我看到什麼 但是為什麼 我就是取不到裡面的資料 怪了 跟各位講 都是格式 造成的錯誤 那 如果你要 能夠真的取 很簡單 第一個 你可以 這個 甚至你可以把它當成固定的步驟 一 游標先 把它停在什麼 停在你取不到資料那個儲存格 按滑鼠右鍵 格式 自訂這邊 把這個複製 有沒有 二的話呢 再到這邊呢 插入這個 有沒有 TEST的時候直接把它貼到這裡 記得貼之前先兩個說 貼上去就可以了 我剛剛沒 貼在這邊就對了 OK 然後貼完之後的話呢 再取 他的資料 那他就幫你轉換了 轉換之後再來切 那應該就會是正確的 貼到這邊來 然後再取這邊的資料 那你接下來就是在切割 就不會有問題 那一樣的道理 10跟分的話 那10跟分只能切這邊的 10的話應該是 這個一樣是把這個公司密的 乾脆 切 貼過來的話就是 取10的話就是 直接 那這個 出生格可能要抓的 應該抓這個了 這個呢第幾個字 第 11 12 13 14 15個字 取一個字 那因為如果你要 兩碼的話 你可以改成 HH 然後取一個字 打個勾 多 多 取到這邊來了 這沒改到 OK 那這個地方請各位 自己再改一下 這邊 打個勾 9 啊 我知道了為什麼 因為 這個格式 其實我剛剛 這個按右鍵出成格式 它的規則又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假設沒有轉換 直接取 你就會取錯誤了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要 取10跟分的話 就變成你要拿這一串 你就不能拿剛剛這個 那改的話一樣嘛 就是拿它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 Formatex 這一串 一樣喔 記得前後要雙語號 那取的資料的話呢 我剛剛要取這裡好了 這樣會 比較沒問題 OK 有沒有它這邊有小數點 好 那取到之後的話呢 你再去切 應該就 沒有問題了 我看 這個應該就 這個是第11嘛 11 12 13 14 15個 OK好吧 你們試試看好了 理論上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取一個字 打個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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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就是我切應該就切這裡 我切到別的地方 所以這邊的話 應該要把它改成這裡 打個勾 有了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就是改成 15嘛 16 17 17取兩個字 所以這邊 17取兩個字 那就OK了 那你會發現 用這一招的話 我是覺得還蠻可以 偷懶的啦 因為其實說 也不太 而且錯誤的機會 也不大 有沒有 所以 這樣子拆開來了 OK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TEST函數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 那除了說呢 可以把它分開來之外 當然也可以 把它合在一起 除了可以分 也可以合 那分的話呢 除了可以用TEST函數 幫忙之外 另外喔 還可以用 日期函數 也可以切割 所以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用日期格式的話 如果切割 會不會吧 好 好